我有点摄影师的感觉 你的帽子咋的呢 你都会飞到我头顶上 这个Motel叫 Malashima 很好吃的 这个冰淇淋就是这些产流产的 所有东西都拿好了吗 拿好了 嗨大家好我是Emma 今天我们要去拍摄一个Motel 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接待的最大的一单 这地方它在Liklona 大概1.5小时车程的一个地方 叫什么来着 Sick Moose 对对叫Sick Moose 今天我们要好好加油了 是我们新客户呢 好好加油哦 努力干 好你给我们走呢 好走吧走吧 我总有种感觉我们下去旅游啊 不是去上班 就是去班服的话是同一条路 去卡尔加也是同一条路吧 有点像出去旅行去 然而并不是我们是有人物的 我们现在还要多久到看一下 我们加油半小时才到 我们已经到达这个Motel 我们现在在Motel楼上有房间 感觉房间还蛮舒服的很通风啊 是啊 大摄影师你喝喝水之后就要干活了 我还想睡一会儿这里 很舒服 因为这边有个门对吧 然后这里呢它也对了一个门 通风的两个感觉特别爽 这个是我们做底计 然后要按照这个开始拍摄今天的video视频 好你准备好了吗 开干吧 加油加油加油 小薇加油哦 一劲到底 小薇现在正在拍这个房间的一个厨房区 这是客户要求在视频里强调的一个地方 这块地好大好大 买这个Motel你还可以有这样一块这么大的地 据说以后可以开发 真的好大哦像个公园 小薇好热啊不好晒晒死了 我给你拿个帽子戴好吗 在哪里 在我书包里给你戴上 小薇你戴我这个帽子是不是好多了 没那么晒了 不错吧 小薇是不是啊 刚觉得这块地蛮大的 现在跑到最后面 这块地超大 我感觉有大半个猪头厂呢 今天小薇准备拍这个Motel的这个牌子 这个Motel叫 Menashi吗 Menashi Motel怎么觉得像日语啊 拿一下叫成树啊 小薇说刚才那金头布好 后面拍到高松车 然后他换个角度再拍这个牌子 我们现在来拍这个Motel前面的office 这就是这个Motel的office 这就是这个Motel的office 哇屋主他做了好多是什么树啊 哦是橘子啊 小橘子 挺有意思的 小薇你拍吧 小薇你辛苦了 中场休息 中场休息现在已经12点多了 然后中份的话就稍微垫一下 那吃啥呀 就是你给我这个早上的那个三明治嘛 你进了个荷包蛋 我早上来不及吃了 只吃了一半 你没吃吗 对没有 像另外一半正好到中半 是不是啊 嗯 蛮好吃的三明治 你很好的啊 你早上一直给我煎蛋的 谢谢你 房子的内部啊外部啊 都已经拍好视频了 现在是要拍什么了 还有无人机 哦对无人机 无人机好了之后就可以结束了 收空了 去快点 去快点 抓紧时间 嗯 说不定抓紧时间 我还能去那个镇上兜与城 嗯 镇上听朋友说 这里有一家很很好的起司店 嗯 也不是说起司店 乳制品吧 他们也卖起司店吃冰淇淋 我要吃冰淇淋 小薇 能不能抓紧时间 你去吃吧 抓紧时间 就是说速战速节 也要有高效高品质 对不对 嗯 小薇加油 小薇 你的帽子咋的了 哈哈哈哈 咋的了 快点 我们要飞无人机了 我们在一棵大树下面 所以觉得非常凉快 风很大 我们现在开始飞无人机照片了 这是飞无人机的好地方 大树底下好存粮 小薇不用被曝晒对吧 第一块电池飞完了 第一块电池飞完了 我们的无人机回来了 它的下落了 哎呀来了 像只小苍蝇 你们停在我的本子上吗 我打到草了大哥 你割草去了 你用无人机在割草了 我们飞第二块电池 还是按照我写的这些重点 还要飞什么小薇 小薇你换电池我来看看 我们还要飞点啥呀 我们还要飞 这个是一山环湖的 山和湖要飞一下 这话重点还要表偿 停车场很宽呢 还要表达它后面那块绿地 单独表达一下 懂了吗 同学 懂了 好的 小苍蝇起飞 准备好了吗 小苍蝇 1 2 3 GO 飞得好快呀 我们的航拍再次强调 买这个汽车旅馆 包括一块面积大于1acre 可开发空地 好又到了我们猜价格的环节 这是一个有23个客房 两层的汽车旅馆 并且包含了三房 一厅一味主人居住套房 大家猜猜看它的挂牌价格是多少呢 答案是175万加币 你猜到了吗 我把它勾一下稍微 第二个也拍过了 第三个也拍过了 我们已经在召唤我们的小苍蝇回来了 这边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就差几个外景了 看看我们这个note上面 基本上就好了 就差9和10 要去拍山和湖 然后再拍一下城市的sign 还有湖边游艇 就结束了小苍 好了别的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我们的clips 你干嘛干嘛被在我头顶上 干嘛呀 吓人倒怪 你干嘛在我旁边吃啊 这一辈子在降落的地方 你又去割草了 没电了 好了 好了 那我们去拍外景吧 拍外景就结束了今天愉快的拍摄任务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城市标志的前面 Sikmos 我还感觉我们还是很用心的 是不是 为了表达这个motel在Sikmos 找到了这个sign不容易 下一位准备好开跑了吗 走 这次很好了很完美了 好棒棒的 有没有一点摄影师的感觉 这边就是Sikmos 这个城市的城市散 它上面写了 House Capital Canada 它是加拿大的游艇之都 待会我们是不是有时间去买冰淇淋一下 喂喂喂 对 我好想吃那个冰淇淋啊 那我们去买吧 那我们还没有拍完 我们还得拍一个游艇的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镜头 对吧 要体现一下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快走吧 好重啊 这个东西 我拿不动了 你这个游艇 好沉啊 那走吧 快来走了 收工啦 收工 收工 看小斑嘛 还是可以的吧 可以放得下我们所有的设备 还不错 还不错 又能买菜又能当工作车 买菜车工作车两不误 可以啊 嗯 嗯 冰淇淋 买冰淇淋 买冰淇淋 买起司 香味太好吃了 哈哈 我选的味道很好吃 你选什么味道 我选个blueberry 这个是你选的 你选的是什么东西啊 啊 cherry cheesecake 对吧 问他什么味道比较popular啊 嗯 就这家 rachman dairy 啊 荷兰人乳制品店吗 怎么解释 这是 不能错过的一家店 就是如果你来这个小镇 这小镇叫什么来着 我又忘了 Sick Moose Sick Moose Sick Moose 你一定要来这家 它上面写了 Trip Advice Number One 第一名哦 它上面写了 一定要来的 Must Stop 你一定要停下来 为我的我那个朋友 我们朋友推荐我们 真的很好吃啊 奶味有很多 小薇你吃 嗯 很好吃的 给你吃 小薇这个奶牛 在后面可以看奶牛的 这个冰淇淋就是这些奶牛产的 哈哈哈哈 它上面写是old fashion 就是什么 就是说是 old fashion叫什么呀 哦 是传统手工艺的冰淇淋 它上面写的 传统手工艺 全的手工艺 看看 你看看 它好大呀小薇 它多高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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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耳朵上面有这1392号选手 哦 这么大 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 哈哈哈哈 真是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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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么多 这个可以去看的 这个好像是小奶牛啊 刚才那些都好大好大的 这个小一点 哇 这个要小好多 这个是小奶牛 哇 这个可以去 哇哦 你是小宝方 哦 他们在睡一觉 各位我们今天死刑圆满 我们完成了我们的拍摄任务 我们还吃到了这个冰淇淋 结束了快乐的冰淇淋旅行 是不是蛮好的 我感觉不是来弹火的 我感觉是来旅游的 刚才买了冰淇淋之后 超级开心的 还看到小奶牛和大奶牛 小奶牛 我没有看到过奶牛 我原来它长这么高这么大 好大一只 好大一只 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 我们还有一个appointment 不要迟到了 各位我进不去呀 那走吧 好那我们下次见啦 希望大家这个快乐美好一天 拜拜 拜拜